日后双方12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定期领袖会谈 出席的有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欧洲职委会主席米歇尔 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双方一致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说要强制制裁俄国加大支援乌克兰 欧盟也公开声明不但要支援乌克兰抗俄 也希望在印太地区提高参与 点名指出东海南海与北韩有持续威胁 剑制中国与北韩 西方一直不满 乌俄战争以来的暧昧态度 多方要求中国加入反俄的行列 而这次欧盟也趁机要求中国挺身而出表态捍卫 多边体系 在欧洲面临天然气短缺的情况下 欧盟又感谢日本将部分天然气供应转到了欧洲 说着反映民主国家的共同努力与团结 偶尔双方也在会议中谈及要在晶片供应链上互相帮忙 至于据事层面则讨论到海上部队的联合演训 以及在安保和防卫领域的合作 而乌俄战争爆发加强了世界民主阵营 与威全国家的对抗 人类真的进入了新冷战时代了吗 华语新闻 杳玉西纵红报道